小晨与凡夫相反 聊至身相是患 朕得偏空而聊生死出三界 然而又得一病病在诸空 此空任是相 六道凡夫左右 小乘人尽私烦恼断了 知道这个身是云生之法 四道五云 众云合合而生起这个身相 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 那身不是我是什么呢 是我所 我所有的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我所有的关系就比较粗了 这是衣服 我所有的衣服 把身体看跟衣服一样 你看衣服脏了 你可以换一件新的 很容易换一件 身体坏了 马上再换一个新的身体 就像换衣服一样 没有恐惧 没有痛苦 身是我所有的 不是我 而我们反复执着这个身就生活 所以你要换个身体 哎呀那痛苦的不得了啊 死去活来啊 舍不得啊 执着 这个叫迷惑 执着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这穆罗汉 并我们反复高明 不执着这个身体 他执着的呢 执着空 什么叫偏空 偏是对语言讲的 不圆满 偏在一边 执着空 执着空那也是错啊 就是前面讲的 志向去作有啊 不执着着空 小成人不执 小成人执着空 他比我们好一些 他出了三界六道轮回了 他出了这个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他不能见性 你看看前面讲 要再振兴 他没有办法振得自信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他执着空 空还是一个像 这是世尊在论言经里面 就讲得很详细 小成人也是有病的 我叫他